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做菜追求的是本真的一个味道 我是08年去小谷的 小谷这个地方是很不错 因为它是属于有山有海的地方 所以它的汤土海鲜是非常丰富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摄影 然后我就会带着相机去各个地方 去找一些新的食材 我们做菜就是比较喜欢一些最原始 最原味的东西 追求的是本真的一个味道 很追 对 因为我们本身在小谷就是来来回回 就是很多年嘛 对这个小谷是有了一定的感情 我们是希望把这个小谷菜呢 就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芽 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正在组织 几个朋友出一本中国小谷菜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都很想在找当地的食材 跟我们现在的一个烹调方法 把两者联合在一起 做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小谷菜 从头是属于一个色族之虾嘛 整个小谷人也都会知道 但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倒流锡 然后这个锡呢 沿岸呢 它都种植了一些较好的食材 就是刚才说的烂木叶 多拿一点吧 谢谢 谢谢 烂木叶它本身呢 它有一点点的微苦 它是可以降山高嘛 降雪枝的 我们现在要玩下一站 去找一点海味过来 光景阳这个地方呢 是树有中国黄鱼之乡 然后所有这边的海域 跟水质都是非常好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 从这边取这个食材 把这个黄鱼给它取回来 做出这个黄鱼面 海大 走 那么黄鱼面 就是先把它洗净了去骨 肉呢 加上这个蛋清 加上这个地瓜粉 把它搅成泥 打上进了以后呢 我们要装一个裱花袋里面 然后滑到这个油里面去 这个油呢 不要带有油温 慢慢开始加温 面熟了嘛 它就会浮上来 油滑熟了以后呢 就是把它焯水 整起来就先放旁边定型 然后呢 我们这边要调一个支架 腊木叶是加在这个酱汁里面 一起调的 先放一个木须牙定型 然后再把这个 炸好的一个全体皮 附着在这个面的上面 然后上面再点缀 使用的一些花草 吃到我们很酥脆的一个脆皮 又能吃到这个酱汁的味道 又可以吃到这个黄语面 那种Q进 我是96年开始学主师的 从以前算来 应该算22年左右吧 从来没有改过行 未来的话就是 还跟隔岚一样 去户外 去山上 持续地去寻找一些 更多新的食材 我想走一条什么路 就是我想走一条 就是用这种当季的这种食材 当季的这种野果 然后跟我们现代的这种烹饺方式 融合在一起 那肯定做出来的这个菜股 一定是非常有特色的